智哲大师往生 他是念佛往生 弟子们问他 老四往生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的品位 智哲大师说 他值得 无品位 就是人家的 无品位 神反胜同学徒 这大师实现的 叫我们要老实 不要好高无远 你看欧阳大师 人家问他 你老人家一生念佛求生剑土 什么样的品位 你就满足了 他说 我要真能往生 凡胜同学徒 下下品往生 我就满足了 大声大声大声 都叫我们知足常罗 不要好高无远 好高无远 去不成 为什么 你妄想夹杂 你只因为用真诚心 就好 何必要计较 平为难 经常讲得这么清楚 只要往生 借做阿维约之菩萨 这还得了吗 凡生同 途中同居主 下下品往生 也是阿维约之菩萨 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 本来是不平 阿弥陀佛把他拜平 阿弥陀佛用什么拜平 用四十八月 无界修行 功德拜平 这都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所以不必去问平为 操这种心就是障碍 你心不清净了 心经在佛途径 所以心不清净不行 清净什么都放下 极乐世界品位也放下 只要能往生 只要能见阿弥陀佛就够了 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一定也知道 好 感谢观看